此外,针对最近美国和欧盟内部围绕向乌克兰提供支持出现的不同声音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 美欧等西方国家迟早将对向乌克兰提供支持感到厌倦 这将导致西方内部分裂 为避免联邦政府机构停摆 美国国会9月30号批准一项短期拨款法案 但该法案不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资金和物资的内容 为消除外界猜测 美国政府2号不得不通过白宫发言人表示 美国国会两党对乌克兰的支持仍将持续 美国与其盟友也将继续就向乌克兰提供资金进行对话 而在欧洲,斯洛伐克前总理罗伯特·菲佐领导的方向党 在9月30号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获胜 在选举期间,菲佐曾公开表示 斯洛伐克应结束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赞同俄乌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冲突 选举期间,赞同俄乌通过和平谈判解决 在312号上,胜判解决筹的军事 在5189号举期间,赞同俄乌通过和平谈判解决